你是尹姐的氣迷 我是兩位的氣迷 仙姐和尹姐都是 認識他們多久? 我小時候已經認識他們了 是不是父母和你喜歡聽 其實我家裡沒有聽粵曲 但實在他們的粵曲 就真的加傳回憶 我想尤其是我們那個年代 開始蓬佩卡拉OK 除了流行曲以外 我想粵曲、紙差記、帝女化 幾乎是沒有人不懂得亨 講起他們兩位前輩 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飯局裏面 仙姐坐在那裡 我們整班都很斗膽的在唱粵曲 他都沒有什麼的 沒有反應的 入了行 然後我更加斗膽 玩到就是我在唱反串 在唱紙喉 仙姐就突然開始回頭看 看完之後都很淡定 當作沒事發生 那個眼神我很記得 你覺得是代表什麼呢? 贊著他們在前面前回盤動府 我那個感覺就是 他在那裡看 哪個死小子在那裡玩呢? 另外有一次在仙姐家裡 我都很深刻印象 當時是劉培基 帶我們上去拜訪他們吃飯 那大概現在都說的是三十年前 仙姐當時的狀態還可以好到 他隨時是可以 就是腳是 那個筋是很鬆的 就是他坐在地下 拉筋好像我們做瑜伽那麼簡單 就是這樣我覺得 可以看到原來當年 就是他們的功底是很雜實 那這樣東西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好 好